女人病痛缠身 却必须抬着重重的鱼框 当其不自主地向前倒去时 丈夫突然跑了过来 拉着她就是一顿小连招 婆婆也对此见怪不怪 甚至还帮男人教训起了女人 在他们的眼里 一框海鱼可比女人的命重要太多 女人不仅白天被拳打脚踢 晚上还得忍受男人的压迫 虽之过的这种日子未同嚼辣 可在当初的世道下时数无奈 曾经在福建惠安的土地上 女人压根没有什么地位 结婚两日后就必须回到娘家常住 如果在一年三次的相遇下没怀上 就永远不能回到婆家 新婚拜堂时男人可以去上乡 而女人却只能跪在原地 你是女人的不可以站着拜姐姐 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绘花 却压根不愿受这些腐朽规矩的束缚 即使受到母亲的阻拦 她偏要看看嫂子盖头下的模样 察觉到嫂子身体不适 便天真让其赶紧去茅测 可对方顾忌不出房门的规矩 只能捂着肚子艰难忍受 于是绘花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给嫂子端了一个谈语 并在其解决个人问题时 拉下门帘并为其放风 也许在这个家中 她是嫂子唯一的家人了 令绘花搞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女人要定亲 为什么新娘子连上厕所都不可以 而闺蜜秀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这样可以得到聘金三千 便可以给弟弟娶老婆了 这番伏地魔的发言可把绘花气坏了 寻思着闺蜜咋那么没有主见 竟将自己的幸福卖给了另一个人 为了纠正秀姑的想法 绘花拉着她在祠堂四手合一 宣布两人结成姐妹夫妻的誓言 从今往后你不负我 我不负你 他们的友谊因此也更加深厚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在一次玩耍时 绘花竟在大海中间疼得直不起药 伴随着周围海水的血河 意味着她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 变成了一个传宗接代的机器 因此没过两天 母亲就找媒婆为其说起了亲 绘花听着媒婆先结婚后恋爱的想法 心中简直是百感交集 对于天生渴望自由的她 压根不愿服从自己的命运 再加上看到嫂子被哥哥所欺负 使得其对婚姻的成见越来越深 为了不身陷无法自拔的泥潭 她又去见到了秀姑 希望对方永不变心 和自己在一起白头偕老 可在绘花看来神圣的誓言 秀姑却认为是普通的国家家 所以不久后便履行了女人的职责 穿上了新婚的衣服 看到这一切的绘花 只能无奈地向后走去 女人悄悄地在人群中起身 兴奋地跑向朵树林里的男人 看似偷偷摸摸的行为 却是一对合法夫妻的逼不得已 一年仅仅三次的见面 导致女人没能怀上孩子 因此根本不可以回到婆家 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早点孕育 可这种纯真的想法 在惠安村民看来却是极大的禁忌 因此她被发现后 就被众多手拿棍棒的男人围着 跪在地上一句接一句地遭受辱骂 丈夫也在外界的压力下 无奈地抽出皮带准备鞭打女人 孤立无援的女人沉了脸色 紧接着突然起身冲向了篱笆的道次 了缺了自己不堪的命运 慧花每当看到这些残忍的事实 对婚姻便会多一份畏惧 为了让心中有所依靠 她和闺蜜秀姑结成了姐妹夫妻 并把腕上的手镯进行交换 以作为彼此间的羁绊 秀姑为了履行成梦 甚至还在腰上系上了七条裤带 以防止新婚丈夫霸王硬上弓 也说明其对绘花的忠贞 面对新婚之夜喝得醉熏熏的男人 秀姑的心中感到十分恐惧 生怕对方碰到自己分毫 可男人不仅没强迫自己 甚至还主动坦白 将手中的小道具拿了出来 朋友希望她趁女人睡熟时 把满是蚂蚁的容器倒在女人腰里 可男人却不希望这么做 四手一张就在床上陷入的熟睡 待秀姑次日醒来时 男人将她带到了一处石雕前 上面刻着她为秀姑雕的面容 蒸屉里还热上了香喷喷的发糕 作为两人早上的食物 秀姑估计规矩不敢和丈夫走 男人便立马起身和她站着吃 这一番无尽的体贴下来 有哪个女人还能够无情地拒绝 因此二人的交流 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两天后男人按规矩 送秀姑回了娘家 只有等到中秋才能再次见面 重新看到闺蜜的绘花兴奋不已 对方回到了自己身边 无异于是其无聊生活最大的调味剂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却令绘花感到一切多变了 当两人在大雨倾盆下运着石块石 一个男人静主动过来帮忙 还贴心地给秀姑穿上的鱼衣 这一番夫妻间的柔情蜜意 却让绘花如同吃了黄莲一般难受 她拉着秀姑跑向了祠堂 反复问其到底是爱男人还是爱自己 得到后者的回答后 才总算心满意足地不再撒泼 很快中秋到了 秀姑又得回到娘家 于是绘花一不做二不休 果断磕到石头上伤了双脚 虽然此法暂时拖延了秀姑的时间 可当她睡着后 秀姑便悄悄拿上了行囊转身走去 桂花明白一切已无法改变 而她很快也不得不接受命运的代理 去嫁给一个素未磨面的男人 新婚夜女人静带着未知的命运 谁知丈夫为了交她原房 静带来一个济世家义辅佐 只见其一把将两人推在床上 直接来了个霸王硬上弓 急得桂花疯狂地挣扎 我要离婚 我已经跟你儿子离婚了 我自由了 看到他人不堪的命运 因此导致绘花极度排斥婚姻生活 可却不得不在规矩的束缚下 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步入洞房 唯一一次看到对方的信息 便是提亲时看到的照片 这天他在桥头迈着甘蔗 却见一群男人骑着摩托停在了面前 而为首的正是他的未婚服 男人仗着有点臭钱嚣张跋扈 甚至还指着他身子妄言猥琐之语 这令他的心中止不住的恶心 回家后看到一群男人对着电视 朝着一对云语的男女平仆论足 更是让他的心中雪上加霜 他想不明白难道两人走在一起 就是为了贴贴吗 如果要是这样就太恶心了 因此在结婚当天他系上了八条裤带 铁下心来不让男人沾身 可男人压根不管绘花的面子 拉着狐朋狗友就去到新房 看他屁股到底是不是能生儿子 一见他就是那卖甘蔗的女人 心中更是满满的唾气 而绘花自然也不是个历来顺受的愿主 因此在男人欲想拱自己时 一个飞毛腿踢到对方肚皮 让妻直直撞墙上晕了过去 而她也趁此机会溜回了娘家 母亲并未同情她的遭遇 反倒因为收了巨额彩礼 对女儿不足两日归家感到无地自容 绘花抱怨自己年年考低 母亲却只让自己的哥哥上学 虽然是过足了嘴瘾 可在制度的压迫下 她的挣扎完全是自讨苦吃 不仅秀姑劝她结婚理所当然伺候丈夫 清哥还大发雷霆命令绘花赶紧回去 因为其被男人威胁 如果不让绘花回去的话 自己收到的五千定金必须如数奉还 家庭的压力加上丈夫的唾气 弄得她简直喘不过气来 嫂子不想让绘花的命运同自己一般 所以在自己弥留之际 将枕头下的定金和自己的私房钱 全都托付给了绘花 正当两人感叹着命运的不公时 清哥却突然闯进了门来 谁给拿你包你的钱 钱是我的 任何人都不能够拿 在这骇人的怒火之下 嫂子一口气提不上来命丧黄泉 可刚过两天 母亲好似无事发生一般 对着照片帮清哥挑上了新媳妇 被不公所压迫的绘花 再次回到秀姑的身边寻求安慰 可对方丈夫因为工作变动 需要举家搬到深圳去 也使得绘花成了孤立无缘的苦命人 他想用姐妹夫妻的誓言 拉着秀姑一起摆脱不堪的命运 可正要动手之时 却听到秀姑已有了身孕 只得被迫放弃了供死的想法 送别了秀姑之后 他脱下身上的外衣 再次穿上了柜子里的婚服 然后慢慢踏进了海里 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 双女的健康